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作为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商,台积电多年来一直稳居行业首位,其市场份额远超其他竞争对手。 这主要得益于台积电在先进制程工艺、充足的生产能力以及较高的良品率方面的优势,这些使其成为苹果、徽达、AMD、英特尔等众多知名科技公司的合作伙伴。 尽管台积电在全球晶圆代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其背后也伴随着巨大的资本投入。 仅去年第四季度,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就高达112亿美元,全年总支出更是达到了298亿美元。 随着5奈米、3奈米等先进制程工艺的大量订单涌入,以及2奈米制程工艺的研发与量产推进,加上多座新工厂的建设需求,预计台积电今年的资本支出依然会保持较高水平。 在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分析师电话会议上,台积电高级副总裁兼财务长黄仁钊就已透露,公司2023年的资本支出预计将在380亿美元至420亿美元之间。 此外,他还进一步说明了资本支出的具体分配情况,约70%的资金将用于先进制程工艺的研发与生产,10%到20%将用于专用技术的开发。 而剩余部分则将用于先进封装、测试等相关领域。 关于先进制程工艺,黄仁钊也在会议中提到,这一部分涵盖了7奈米及以下更先进的制程技术,是台积电收入的主要来源。 数据显示,这类先进制程工艺贡献了台积电第一季度晶圆代工业务收入的73%,在此背景之下,近年来英特尔旗下的最新处理器,也开始大规模采用台积电的制程工艺,例如Luner Lake以及Aero Lake,主打的就是高能效。 除此之外,英特尔也是一直在不断地研究英特尔18a工艺,希望效能能够超过台积电,然而现在看来这条道路并不好走。 日前有消息称,随着台积电宣布接受客户关于2奈米制程的订单,已经有包括AMD在内的众多客户开始接触台积电,其中就包括英特尔。 有消息称,作为目前的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已经与台积电就下单2奈米制程进行了初步接触。 据悉,英特尔未来Luner Lake处理器其中的一个模块将会采用台积电的2奈米工艺,估计就是最重要的运算单元。 因为目前看起来,英特尔18a是和像是笔电这样的低功耗领域,而像是传统的高效能领域,不太适合英特尔18a,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功耗爆炸的情况。 这也是英特尔担忧自家工艺,从而转投台积电的重要原因。 此前,包括英特尔Runer Lake以及Aero Lake已经全面采用台积电制程工艺,其中运算单元采用3奈米工艺,Io单元采用台积电6奈米工艺,GPU则采用台积电5奈米。 Nova Lake作为英特尔未来的新品虽然同样值得期待,但现在还不知道该款新处理器的制程具体小晶片分配是怎样的。 与此同时,台积电在近期举办的2025年北美技术研讨会上,披露了其下一代晶片制造工艺的进展。 公司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始量产N2晶片,这是台积电首次采用全环绕炸集GAA奈米片电晶体技术进行生产。 目前,台积电的N3系列及3奈米工艺已包含一量产的N3和N3E,并计划后续推出N3P、N3X、N3A以及N3C等版本。 而N2及2奈米工艺作为台积电全新的工艺技术,采用了奈米片或环绕炸集设计。 相比前代技术,N2能够在相同功耗下实现10%至15%的速度提升,或者在相同速度下降低20%至30%的功耗。 与现有的N3E工艺相比,N2工艺的效能提升了10%至15%,功耗降低了25%至30%,同时电晶体密度增加了15%。 台积电还透露,N2的电晶体效能已接近预期目标,256MSRAM模块的平均量率也是非常惊人的高。 随着N2逐渐进入量产阶段,其工艺成熟度也将进一步提高。 台积电预计在智慧型手机和高效能运算应用的推动下,2奈米技术的流片数量在投产初期将超过3奈米和5奈米技术。 此外,台积电继续遵循其技术改进战略,推出了N2P作为N2系列的延伸。 N2P在N2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效能和功耗表现,计划于2026年投入生产。 在N2之后,台积电将进入A16及1.6奈米节点。 A16工艺的核心技术特点之一是超级电轨架构,也称为背面供电技术。 通过将供电网络移至晶圆背面,这种技术能够释放更多正面布局空间,从而提升晶片的逻辑密度和整体效能。 据台积电介绍,与N2P相比,A16在相同电压和设计条件下,可实现8%至10%的效能提升。 在相同频率和电晶体数量下,功耗则能降低15%至20%,密度提升范围为1.07至1.10倍。 台积电特别指出,A16工艺特别适合用于讯号路由复杂且供电网络密集的高效能运算HPC产品。 按照计划,A16将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 另外,在这次举办的2025年北美技术论坛上,台积电还首次公开了N2节点2奈米工艺的缺陷率第0情况, 比此前的7奈米、5奈米、3奈米等地带工艺都好得多。 台积电虽然没有给出具体数据,但图表仍然直观比较了几个工艺缺陷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台积电N2作为首次引入了GAAFET全环绕电晶体,目前处于大规模量产的爬坡期。 还有两个季度,也就是要等到年底就会达到理想量产产能。 具体来看,N2市产近两个月来,缺陷率和同期的N5N4节点差不多,还稍微低一点,同时显著又于N7N6、N3N3P等节点。 从市产到量产半年的时间周期内,N7N6的综合缺陷率是最高的,N3N3P从量产开始就低得多了,N5N4情况更好,从市产开始就明显更低。 N2如果能延续N5N4的趋势,前景无疑是非常光明的。 台积电还指出,一种工艺的缺陷率能否快速降低,除了取决于本身的设计和技术,也要看制造晶片数量、产能规模,越多越大就越容易发现缺陷并改进。 台积电N2已流片的晶片数量就明显更多,也是其能够快速降低缺陷率的关键原因。 台积电表示,N2、N2P、A16及其相关衍生产品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助力其更好的把握未来的增长机会。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